中时传递价值 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 这里是喜马讲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奖励的恶果》 在现代社会 很多人都习惯用奖励来激励别人达成目标 老板会用奖金和假期督促员工完成业绩 老师和家长也会用五角星和玩具 让孩子服从命令好好学习 奖励行为非常普遍 很少有人会质疑他的正当性和效果 本书作者艾尔菲·科恩 却对奖励提出了质疑和批评 科恩是美国知名作家和演说家 他的作品广泛涉及学校教育 企业管理和家庭教育等领域 《时代周刊》说他 可能是美国最公开批判评分和考试的人 《财富》杂志则称他为 美国最猛烈批判金钱奖励的人 科恩认为奖励表面上确实能让别人听从我们的要求 但从最终效果来说 奖励并不能让员工工作更出色 让学生学习更努力 让孩子成为更优秀的人 反而会阻碍他们的成长 让他们表现更差 为了长远考虑我们应该放弃金钱 荣誉这些外部奖励 而是要培养员工和孩子的内在动力 让他们自发地追求目标 这样才能取得持久的良好效果 在这本书中 科恩详细分析了奖励的局限性和不良后果 并以职场和教育领域为例 给出了替代奖励的方法和建议 本书出版后 在美国社会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时代周刊》 《财富》和《哈佛商业评论》等知名杂志 都推荐了本书 科恩还被邀请参加奥普拉脱口秀 来讨论奖励的话题 许多管理者、老师和父母 受本书影响 开始改变自己的管理方法和教育理念 下面我会通过两个部分 为你解读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一 奖励为什么没有效果 第二 如何正确进行激励 先说第一个部分 奖励为什么没有效果 奖励无效这个结论听起来很反直觉 但许多研究都证实了这一点 在上世纪70年代的一项实验中 一些六年级女生 要教会更年幼的小孩玩一种游戏 一部分女生被告知 如果她们成功教会小孩 就能得到免费电影票 结果 这些女孩变得更容易沮丧 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表达沟通 而她们负责的小孩 对游戏的理解掌握 也不如其他女生教出来的小孩 在1994年发表的一项报告中 研究者花了八年时间 追踪了100个母亲和她们孩子的学习情况 结果显示 那些对好成绩提供奖励 对坏成绩进行惩罚的母亲 她们的孩子对学习的兴趣更低 获得优异表现的可能性也更小 对成年人来说 也有许多例子证明奖励无效 美国一家制造公司的总裁 在1993年写了篇文章 标题就叫 绩效工资对你的企业并无好处 这位总裁表示 在实施绩效激励的几个月之后 公司的生产力就开始下降 员工整天忙着算计 自己的行为会如何影响奖金 怎样能利用政策来最大化收益 无暇考虑什么才是对客户和公司 长远有利的 导致公司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分裂局面 不过奖励也不是完全没用 当要完成的是难度很低 不需要什么创造力的寄件任务时 奖励能起到一定效果 比如员工的工作是包装产品 当包装数量和收入挂钩时 员工自然会提升工作效率 但作者认为 即便是这种情况 奖励的提升效果也有限 管理者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激励员工 作者指出 人们觉得奖励有效 是因为奖励能改变表面的行为 于是我们就误以为 只要给了奖励 人们的行为就会改变 最终就能带来我们想要的结果 可事实并非如此 员工的工作时间更长 工作质量未必会提升 孩子做了更多的题 成绩未必能变好 为什么奖励无法真正地改变结果呢 我们总结出了四点原因 第一点原因是奖励等同于惩罚 而惩罚会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 在作者看来 奖励和惩罚的本质是一样的 两者都是通过外部刺激来控制别人 区别是奖励用诱惑来控制 而惩罚用威胁来控制 奖励和惩罚的四项源头都是行为主义 行为主义是在二十世纪初期诞生的心理学流派 他认为人的行为是外部刺激的产物 给予奖励会强化某个行为 给予惩罚会削弱某个行为 在行为主义者眼里 人和机器没什么区别 通过针对性的奖励和惩罚 我们就能完全控制一个人 作者认为行为主义的这种观点 既不准确也不人道 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已经认识到 人天然具有探索自身和周围环境的兴趣动力 通过克服挑战 提升技能 或是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 我们本身就能获得满足 行为主义还助长了人与人的不平等 当一个人为了控制别人而奖励或惩罚时 就暗示着他有更高一层的权力地位 这会让人感到非常不快 比如我看到邻居正在搬家具 出于善意 我帮他搬了下 然后邻居给了我50元钱作为酬谢 虽然得到了奖励 但我会觉得很不爽 有种被贬低的感觉 下次我再看到邻居搬东西的时候 就不一定愿意去帮忙了 何必为了一点钱 让自己感觉低人一等呢 很多人都喜欢同时采用奖励和惩罚 调查表明 如果家长经常奖励孩子 那么他很可能也经常惩罚孩子 作者还指出 当人们没得到期望的奖励时 这本身就是惩罚 比如家长告诉孩子 如果他一直表现良好 周末就可以去动物园 结果 因为孩子惹恼了家长 家长就说 你周末别想去动物园了 这种取消奖励所产生的威胁 和惩罚并没有区别 奖励越诱人 取消奖励带来的惩罚就越大 而惩罚是一种令人不快 缺乏尊重的待人之道 惩罚者不是讲道理来说服 而是靠地位权力来压制 因此会引发反抗 防备和愤怒等负面情绪 这都会让人分散注意力 无法专心完成手头的任务 惩罚能带来的最好结果 也只是让人们出于恐惧 尽量避免失败 他们不会去挑战极限 而只是力求不出错 因此只能达到工作和学习要求的 最低水平 在养育孩子方面 惩罚会带来更长远的负面影响 惩罚强调的是行为的后果 而不是行为本身 当家长因为孩子撒谎 逃学等不良行为进行惩罚时 孩子得到的教训 并不是这些行为是不好的 不应该去做 而是下次做这些事实 不能被家长发现 所以表面上看 惩罚让孩子的行为有所改变 其实只能让孩子 把行为隐藏起来 另外相比成年人 孩子更不容易控制自己的情绪 为了发泄惩罚带来的负面情绪 孩子就可能去欺负同龄人 许多研究表明家长经常使用惩罚措施时 孩子会变得更有破坏性和侵略性 这些孩子在离家生活之后 犯错的可能性也更高 总的来说 虽然奖励和惩罚看起来表现不同 但两者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当我们奖励别人时 也很难避免惩罚的负面影响 奖励无效的第二点原因 是奖励破坏了人际关系 人们喜欢奖励 有一部分的原因是 它符合了公平原则 公平原则认为 如果一个人表现出色 取得了成绩 就必须要给他奖励 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道德观 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 但仔细想想会发现 公平原则有很多 值得探讨的地方 比如一个人的成绩 只和他自己有关吗 很多时候出色的成绩 建立在与他人合作的基础上 只把奖励算在个人身上 是否公平呢 还有的人非常努力 但因为运气 环境等不可控因素 没有取得理想的结果 从这个角度来说 是否应该按结果分配奖励呢 社会心理学家指出 公平原则是一种 无关个人感情的 纯经济性的分配原则 它并不适用于一切情况 生活中还有很多其他分配方式 没有哪个父母 是按照孩子对家庭贡献的大小 来决定孩子该得到多少食物 面对老弱病残群体 政府也会有专门的财政补贴 公平原则的负面影响 是它会破坏人际关系 而人际关系对工作和教育 都有重要的意义 拿工作来说 运行良好的团队合作 往往胜于单打独斗 因为团队成员间会共享资源 交流知识技巧 提高整体水平 遇到失败时 团队也会给予情感支持 让人更快振作起来 但当只有业绩最好的员工 才能得到奖金和下期时 就破坏了良好的团队关系 员工会觉得 彼此不是相互扶持的伙伴 而是你死我活的对手 想的都是如何打败对方 而不是共同进步 还有的员工觉得 自己很难在这场竞争中胜出 他们会破罐子破摔 完全放弃了自我提升 所以奖励在人际关系上 制造了对立和竞争 最终削弱了整个团队的表现 孩子和成年人之间的人际关系 也很重要 家长需要和孩子 建立关爱呵护的关系 让孩子觉得任何时候 有疑惑都可以安心地 寻求家长的帮助 老师也是如此 学生要能坦然地 向老师承认错误 寻求老师的指导 才能进一步提升成绩 但当家长和老师采用奖励手段时 他们就成了高高在上的判官 孩子只会想办法取悦判官 让他们赞同自己的行为 来得到奖励 向成年人求助 主动沟通自己的问题 对孩子来说 就可能失去奖励 于是 他们有强烈的动机去掩盖问题 这样一来 孩子就失去了得到成年人帮助的成长机会 无论在学习成绩 还是价值观培养方面 都可能会遇到障碍 奖励无效的第三点原因是 奖励忽视了导致问题的真正原因 奖励之所以流行 除了前面说的能改变行为 符合公平原则 另一个原因是 他对奖励者的要求很低 替代了解决问题所需要的思考 努力和耐心 管理者不用思考 为什么员工效率低 老师不用寻找更好的教学方法 家长也不用了解孩子的内心想法 只要给出奖励 就可以当甩手掌柜 把责任都推到员工和孩子身上 看起来轻松又方便 但这显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一位母亲写信问作者 自己三岁的女儿到睡觉的时间 经常跑出房间 如果不用奖励或惩罚的手段 还能怎么办呢 作者就很奇怪 为什么他不肯想想女儿行为的原因呢 也许是由于时间太早 女儿还不困 也许是因为父母白天都在工作 女儿希望晚上能有更多的时间 和父母说说话 也可能是父母在客厅里看电视 吵得女儿睡不着 只有找到导致问题的真正原因 去对症下药 才能有效解决问题 而奖励只能在短期内掩盖问题 一旦时间拉长 问题最终还是会爆发出来 奖励无效的第四点原因 也是作者认为最关键的原因是 奖励降低了兴趣 心理学家将奖励成为外部动力 因为它们是任务之外的诱惑 与之相对的是内在动力 也就是通常说的兴趣 兴趣让我们从任务本身获得满足 享受实现任务的过程 管理学家理查德·哈克曼总结道 当人们从事自己感兴趣的工作时 我们就不需要通过 强迫、贿赂或计谋 让他们表现良好 恰恰相反 他们会自动追求最好的表现 因为这本身就给他们 带来了回报和满足 而奖励会显著损害内在动力 降低人们对任务的兴趣 在20世纪60年代 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 马克·莱帕做了一项实验 莱帕把记号笔分给学龄浅儿童 让他们用记号笔画画 对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说 记号笔是很有意思的玩具 其中一部分的孩子被告知 如果他们用记号笔画画 就能得到一张用红绸带 和金星装饰的证书 奖励结束后过了一个星期 莱帕又去幼儿园观察了孩子的表现 结果发现那些被告知画画有奖励的孩子 对记号笔的兴趣明显降低 不仅不如其他的孩子 也不如他们自己在得到奖励前的兴趣大 在之后的20年里 许多研究都报告了相同的现象 人们对事情的兴趣会因为得到奖励而减少 为什么会这样 作者总结了两点理由 首先当完成任务变成获得奖励的手段 那么任务会被认为是不想要的东西 当父母告诉小孩 做完数学作业 你就能看一小时电视 他们实际是在说数学很无趣 如果不是有最后的奖励 学数学本身并没意思 其次奖励让人们觉得被控制 心理学家认为所有人都有一个基本欲望 就是觉得自己有自主选择的权利 我们希望自己是人生的主人 不是任由他人摆布的棋子 出于兴趣做事 正是我们自主选择的表现 而奖励会干扰这种自主感 当我们觉得画画是为了得到证书 写报告是为了得到好评 自然就失去了对事情的兴趣 当人们对任务失去兴趣 注意力就会从任务本身转移到奖励上 目标不是高质量地完成任务 而是尽快得到奖励 这种心态会让人们避免冒险 不愿意尝试新的可能性 更糟糕的是 有时在奖励的引诱下 人们想的不是如何完成任务 而是怎么钻空子敷衍过去 上世纪90年代 毕胜克曾在美国推广过一个读书激励计划 孩子在读完一定数量的书籍后 可以得到免费的披萨 计划的初衷是提高孩子的阅读能力 但为了得到披萨 孩子选的都是内容简短 毫无难度的图书 对阅读能力的培养并没有帮助 用作者的话说 奖励本质上不是激励人们完成任务 而是激励人们获得奖励 只要能得到奖励 没人在意任务完成的怎样 好 说到这里 我们总结一下第一部分的内容 奖励改变的是行为 而不是最终表现 长期来看 奖励反而会削弱实际表现 原因有四点 一是奖励等同于惩罚 会带来各种负面影响 二是奖励破坏了人际关系 三是奖励忽视了导致问题的真正原因 四是奖励降低了兴趣 说完了奖励为什么难以奏效 下面第二部分 我们来说说如何正确激励 作者认为最有效的激励方式 是激发人们对事情的内在动力 并消除阻碍兴趣的外部因素 要做到这一点 可以从任务内容 合作和自主选择这三方面入手 因为这三个词的英文首字母都是C 所以书中把这三个方面 合称为动力3C 并介绍了他们在职场和教育中的具体应用 先说动力3C中的任务内容方面 前面说过 兴趣让人们主动追求更好的表现 所以在安排任务时 我们要让任务内容符合别人的兴趣 拿管理员工来说 分配工作时 管理者不仅要考虑员工的机能水平 还要考虑员工的兴趣 让员工从事自己最有兴趣的工作 公司也可以设立轮岗机制 让员工在尝试不同岗位的过程中 发现感兴趣的工作 除了考虑员工的喜好 管理者还可以让员工了解工作产生的影响 感到工作的意义和责任 这也会激发员工的兴趣 比如汽车公司的管理者 可以组织设计师和用户一起开交流会 也可以在内部刊物上 分享用户的驾驶体验 这都会让设计师觉得工作很有意义 充满热情 教育孩子兴趣也是关键 作者指出 现代教育的一大弊端 是学习的内容脱离了具体情境 学生们要死记硬背各种文章 解决抽象的数学问题 却搞不懂他们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作者建议老师 把知识点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 比如学生对自己的身高 成长速度充满好奇 老师可以借机讲解 家法和小数概念 学生对太空飞船感兴趣 老师就可以和他们讲讲 万有引力 此外 作者还建议 老师家长给孩子提要求的时候 可以问问自己 我想让孩子做的事 是否和孩子的基本需求冲突 探索世界是孩子的天性 成年人应该在保证孩子安全的情况下 允许他们发挥自己的天性 而不是出于自己方便去限制他们 家长和五岁的孩子说不许玩刀子 因为他担心孩子伤到自己 这就是一个合理的要求 但如果家长不让孩子在餐桌上玩冰块 可能只是因为家长觉得冰块会弄失餐桌 清理起来很麻烦 当家长意识到 这个要求并不是从孩子的角度出发 他就可以想想 有没有更合适的方法 比如让孩子去卫生间玩冰块 说完了任务内容 下面我们说说 动力3C中的合作 这是说建立融洽的人界关系 给予充分关心和方向指引 让人们感到安全 愿意挑战自我 不怕失败 作者认为 想要促进职场上的合作 最重要的就是 放弃绩效薪酬的激励手段 因为他只会制造员工之间的对立竞争 那么要如何确定薪酬呢 可以参考的做法 是综合考虑员工为企业服务的时间 所具备的技能 以及从事工作的复杂性等因素 来确定薪酬 放弃绩效薪酬后 管理者要设计一套新的绩效评估体系 来激励员工更好的表现 这套评估体系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首先 新的评估体系是一种双向沟通 员工和管理者要互相交换想法 而不是管理者单方面的评判员工 管理者要认真而尊重地倾听员工的问题 帮员工解决他们 管理者还要观察员工的工作表现 及时提供反馈 告诉员工他哪些方面做得好 哪些方面还需要提高 并一起讨论如何提高 其次 新的评估体系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而不是一年一次或一季一次 最后 新的评估体系不涉及任何等级评定和竞争 当然也和薪酬没有关系 通过这种评估体系 管理者创造了一种真诚关怀员工的合作氛围 员工自然有动力更好的成长进步 合作的理念在教育领域也适用 我们下面分别来说说 如何在学习和行为纠正这两方面应用合作 在作者看来 考试成绩对于学生就像奖金对于员工一样 同样属于外部奖励 许多学生都拿成绩交换父母的表扬或其他奖励 成绩排名也让学生之间形成竞争而非合作关系 不过考试是衡量学生掌握知识的重要手段 彻底取消不现实 作者的建议是老师要减少考试的次数 并把成绩种类减少到两种 要么是表示优秀的A 要么是未完成 对于未完成的学生 老师需要面对面地进行双向沟通 对学生做得好的地方 以及可以提升的地方 给出具体的反馈并倾听学生的意见 老师并不是居高临下的评判学生 而是帮助学生成长 这种融洽的合作关系能让学生感受到老师对自己的关怀 产生进步的动力 作者还非常推崇合作型学习 也就是由多名学生组成一个学习小组 以互助的方式共同完成学习 老师会提供学习需要的材料 定下这一轮学习的目标 比如要搞明白哪些知识点 最终检验方式是写一篇论文 或者是完成一项实验等等 合作型学习的主体是学生自己 他们要自己阅读学习材料 共享各种信息和想法 共同得出结论 遇到问题时也要通过相互讨论来解决 老师的作用则是为小组提供必要的帮助 让成员更好地进行沟通互助 而不是站在讲台上照本宣科 许多研究都表明 组织良好的合作型学习 能使学生对自己 对同学以及所学课程有更积极的态度 学生如果能够共同学习 而不是彼此竞争或梳理 学习效果也会大大提高 说完了学习再说行为纠正 作者认为老师和家长要与孩子合作 对孩子提出要求时应该同时解释原因 让孩子明白自己的行为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这些影响是好还是坏 已经有许多研究证实 孩子被告知具体原因后会更积极地遵守要求 而当孩子有不良行为时 例如逃学 抢别人玩具等等 成年人也要营造一种合作的氛围 让孩子能安全地说出想法 而不是用惩罚手段来威胁孩子 这只会让孩子产生敌意和反抗 并不能解决问题 说完了合作 下面我们说说动力3C中的自主选择 当人们有自主决定的权利时 也会对任务有更强的兴趣与责任感 主动做得更好 管理者可以邀请员工参与制定公司的目标 即便最终目标已经定好 员工也要能决定具体的任务优先级和休息时间 以及何时对工作进行定期检查 老师则可以让学生选择优先学习哪些知识点 决定家庭作业的内容是写日记 完成某个艺术作品 还是读一些书 即便是固定的任务 比如写文章 画图画 学生也可以决定写作主题和绘画用的材料 让学生自主选择 还能提升老师对教学工作的兴趣 一位老师告诉作者 他已经教了三十多年书 要不是让孩子积极参与课程设计 他早就毫无热情了 每次在讲新单元的时候 他都会问学生 有没有令人振奋的方法来学习下个单元 学生们总能提出很好的建议 给他带来惊喜 还有研究指出 当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时 老师可以从监控和督导学生的琐事中脱离出来 将注意力都放到和学生的互动中 这也会提升老师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表现 此外 作者还强调 想增加孩子的自主权 关键是让孩子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我们希望孩子有坚定的价值观 能够独立思考分辨是非对错 而不是盲目服从他人 但这些素质是无法依靠外部命令获得的 成年人不可能既要求孩子乖乖听话 又要求孩子有自己的想法 因此当成年人向孩子提出要求并解释原因时 也要允许孩子发表自己的观点 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比如家长说 我希望你晚上九点上床睡觉 否则你明天会起不来上学迟到 孩子可能会说 我希望十点再上床 我保证第二天不会迟到 那么家长就可以允许孩子十点睡 看看第二天的实际情况 这就是让孩子学会自己承担责任 好 说到这里 我们总结一下第二部分的内容 为了激发人们的内在动力 首先要让任务内容符合别人的兴趣 其次 要促进合作 让人们愿意挑战自我 不怕失败 最后 要让人们拥有自主决定的权利 从而提升他们的兴趣与责任感 说到这里 《奖励的恶果》这本书也介绍得差不多了 作者认为 想取得良好的表现 我们应该放弃奖励和惩罚 想办法激发人们的内在动力 书中对奖励的抨击 在出版后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很多人批评作者过于理想化 现实中许多问题就是要靠奖励来解决 对这些反对意见 作者的回应是 大家不用全盘接受本书的观点 可以从自己能接受的观点做起 如果你还无法放弃奖励 但能看到奖励的局限性 不再认为奖励是最好的激励手段 这就是一种进步 好 奖励的恶果这本书 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下期见